墨宇云间虽然收官 但由于男主角王兴月的不当操作 导致观众愤怒 且闹剧愈言愈恋 7月1日 王兴月陷入了风波之中 饱受争议 热搜上几个词条都跟他有关 其老板于正时不时冒出来回复 受到许多网友的关注和讨论 事情的起因是大结局时 他先是在自己的社交账号发布了相关动态 但全是单人账 对于打党吴景言之字不提 引发了热烈讨论 不过面对质疑 其工作室不仅没有解释的意思 反而又发布了一条尚未播出的战损花絮 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此剧直接导致柯CP的粉丝大骂王兴月 独揽功劳 吃相难看 在这个时刻 于正本人又点赞了一条 王兴月被全网盗游的微博内容 使得风波升级 于正本人也不得不出面发声 于正直言对于这个风波 他很萌圈 自己也是等网友言论发酵起来 才发现工作室发的这个视频 包括了他毕掉的花絮 于正说自己完全不懂粉圈 还配上了和王兴月宣传的聊天记录 看上去对于这件事非常愤怒 于正命令王兴月宣传 马上删掉视频 录制工作室 你居然敢亵渎我的艺术 我绝对不允许 我的方案全被你们破坏了 对此网友并不买账 在他的评论区分成两波声音 一波质问他为什么维粉会提前知道 工作室顶住压力也要被刺发逼结局 一波替吴景言抱不平 为了稳住网友情绪 于正直接在评论区开卖 称他会严肃处理 立即开除乱发视频的王兴月工作室小编 还要开除1000人等 确实该剧从开播起 就一直在带他与吴景言CP的节奏 两人也毫不避讳的携手炒作 因此吸引了大量剧粉科CP 但最后王兴月显然是想迅速提纯粉丝 导致CP粉接受不了 闲着反抗 果然那之后改剧的男女主角 纷纷被扒皮考古 而受到影响最大的必然是王兴月 更离奇的是他也不负众望 居然属于月八月有形 从情史绯闻到年龄 还被狗仔称为血雨行风体制 老板于正则亲自参与到了各种骂战之中 小孩哥一翻车 官方年龄22岁的王兴月 曾被外界亲切地称为小孩哥 理由是 他小小年纪演技不俗 且还凭借一技之力 开辟了抢人期赛道 热度直线上升 他原名王涛 出生于湖南岳阳 由于长相帅气 早早入行 确实乍一看王兴月的脸 集合了胡歌 霍建华 陈晓等男星的特点 见眉星目 确实很有辨识度 据说他是陪朋友参加一考 随即便被在场的老师推荐也试试 于是报名依靠机构 随即学习了各种专业技能 资料显示 2007年 只有15岁的他 顺利考入中戏表演戏本科班就读 师从女演员陈好 但而这年 王兴月被导演相中 参演了电影《深水区》正式入行 随即又被于正前约成为旗下艺人 并很快获得力捧 2021年 是他演艺事业爆发的一年 接连出现在《玉楼春》 《轴声如故》等作品中 尤其是后者中 他饰演的附黑广陵王刘子行 既有存在感 也让其日后的演艺生涯更加顺利 那之后 20岁的王兴月便开始演主角了 真修记未有暗香来 宁安如梦接连开播 而他饰演的 夺为抢人妻人设 也被外界津津乐道 比如《轴声如故》中 提臣子骨 抢臣子妻 未有暗香来礼 一边当小叔 一边爱嫂子 宁安如梦里 有他位居人臣 心怀皇后 这种与年龄不符的贝德感 在00后出生的王兴月身上 居然毫不违和 加上长相显得老成 且演技不俗 很有层次感 所以很快也成为不少 网友心中的 00后演技扛把子 那之后 王兴月成为了大众 心中最有潜力的代报的 而谁没有想到 他的报来的如此之迅速 墨宇云间的播出 无疑给其爆红 添了一把最厉害的火 作品刚开始播 他的粉丝量便直线上升 各个平台一度涨粉超过百万 是暑期档来临之前 最火的青年小生 没有之一 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流量是把双刃剑享受 热度荣光的同时 也要经得起考验 作品热播阶段 就有网友质疑其年龄造假 或许这也和其比较松弛 自然的演技相关 因为和比自己大12岁的吴锦岩 饰演一对命运夺船的情侣 两人同框的镜头却意外合拍 十分有幸张力 而且人红是非多 网友也对其15岁读中戏的说法 颇有微词 于是各种负面声音不断冒出 随助事情不断发酵 其曾经的一考老师站出来为他发声 并说王兴月是13岁开始学习表演 两年后考上了中戏 但最近随助对他考古的增多 又有人发现他曾在2017年发过自己住院的照片 上边显示年龄为17岁 因此被怀疑他是2000年出生的 与官方的2002年不符 于是陷入改年龄的争议中 不过很快 网兴月工作室发文 否认网传的改年龄事件一个大大的假字直接辟谣 按理说网兴月工作室回应后 事情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但是又有人拔出于正探班陈兴海 说他是全剧组最小的 感觉有些打脸工作室的回应了 舆论持续发酵 于正发长文回应 表示探班陈兴海时说他最小 是指学堂率最小 剧中宿国公不是学堂的人 不能算进去 如果真要算全剧组年龄最小 那应该是15岁的艾米 显然于正是在力挺王兴月 否认网传的改年龄 而除了年龄外 他的感情生活也成了焦点 因为最近在横店正拍摄新剧《定风波》 王兴月被狗仔拍到和女主的誓言者向寒之 曾连续同进一个单元 疑似同居 但此事并未给他本人带来更多影响 事情发酵后 网友的火力集中在女演员身上 因为向寒之曾与诸多男星传过绯闻 被痛骂是CP刺客 对此 于正也不免绞进来互犊子 甚至还不惜抱粗口大骂质疑的网友 还怒对狗仔为了钱款泼脏水 但狗仔也不是吃素的 马上反击 还借机再度盖章了该剧女主角吴锦岩的恋情 说回王兴月 随着网友对他的巴皮 还有人发现 他曾疑似给女友买30块钱的情绪内衣 该账号被发现后 就立马被锁住了 不过工作室还是第一时间回应 立即打假 而说起这个话题 于正又冒出来了 有网友提问他穿不穿情绪内衣 他说他没这个习惯 这取决于个人喜好 展示自己或者增加和伴侣之间的趣味 都是很正常的 不知道在嘲笑什么 本来王兴月工作室打假了 事情就告一段落 于正这么一说让不少人觉得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 眼看着事情越闹越大 于正赶紧发长文解释 表示穿的人没有问题 在前进的人也会被指点 一人要通过这些来强大自己的心脏 他说了一大堆 其实就是在为王兴月说话 表示网上的都是谣言 他的一个回复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 此外 于正说他不想回应 面对那些谣言他也很无奈 同时否认买热搜他还因此抬杠 喊话要让王兴月无尽言 二答三答四答 并说要推往一天 总之 所谓的黑料越来越多 大有不他步行之事 目前 关于其他种种爆料 无论是王兴月还是他的工作室 均没有再做任何回应 只能说人红是非多 王兴月刚红 一些谣言就相继出现 既然公司工作室都回应辟谣澄清了 那就到此为止吧 希望大家理性辨别网上资讯 不信要不传谣 离艺人生活远一点 离艺人作品近一点 都连传谈 ogseven 被告人使用不传谈 母親资讨